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粉丽莎 我是依康 那今天呢 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观后感 小学有没有写过作文 有时候什么学校带你看完电影 我让你写一篇就观后感 看完之后你到底啥感觉 我们今天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的观后感 但是我们看的呢 不是电影 我们看的是Carrie Lake 那很多华人的这个自媒体呢 就把它翻译成 就很直接的翻译 把它翻译成叫凯丽胡 因为它last name叫Lake 是啊 对 所以就是很多叫 就是不是把它翻译成凯丽莱克 那好吧 那就是为了让大家比较能够明白 我们讲的是谁 所以我们呢 频道也决定说 既然大家都那么叫 那我们也那么叫 就叫凯丽胡 哦是吗 他要是个中国人 他就叫胡凯丽了 我妈以前好像有个头 就叫做凯丽 胡凯丽 哦是吗 还能拍一下亲戚的 那其实我是从来没想过 大家可以跟 就这么有名的政治人物 这么近距离的见到面 那这一切都要感谢Eric 秦振国先生 谢谢 如果没有他的话 我们当然没有任何的机会 可以见到这样的政治人物 那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看到他的感觉是什么 然后包括他有给大家就发表演讲 那他在演讲里面讲了很多关于他的见证 好 因为他是基督徒嘛 那他有给大家讲见证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激励的地方 那今天既然我们去了 然后我们也有领受 那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首先我必须说 他是一个非常有亲和力的一个人 哦对 对 他一出来就是一个大明星的架势 而且他在乎你是真的在乎你 你看他的表情 他的反应 他是真的就是 哦 so what is your name 然后就那种感觉 不像就是如果说我遇到你的话 没有我觉得他一般人遇到其他人 大概都不太会有这么样的亲和力 对 因为当时呢 我们去那天是有线上安排一个环节 就是每一个人上去跟他照相 好 那当时呢 在场人不多 他有点属于像私人晚宴那一种 所以他没有说聚集一大堆的人 就一些人好 那每个人上去 他真的亲和力很强 他笑的那个是开心的 我不知道他这些能量都哪里了 因为那一天是 已经是那一天的晚上了 那像他这种 应该都是早上起很早 然后一天要跑好几个地方 发表演讲 见很多各种各样不同的人 那到了晚上来 见到每一个不认识的人 不管是年轻的 年长的或者什么 他每一个都好有情感力 他笑容很有感染力 他就 嗨你好啊 就每个人都真的是 他很亲近的朋友的那种感觉 我到时就站在那里 看我想说 这好像当政治人物都要这样 我真的很累 我觉得真的很累 就哪怕当明星也是 你每天跟这么多不同的人见面 然后你可能这一辈子 再也不会见到这个人 但是你还要这么充满热情的 去跟每一个人拥抱握手 微笑 然后问说 你叫什么名字 很好 很高兴 见到你就这样 我觉得你让我跟70个人合影 我大概合完这一拳 我这一天的能量基本用完了 我跟你讲 如果要是像他那样的话 对啊 如果说就是有人找我拍 我大概拍两个拍三张 我就不行了 对 但他就是非常大方 非常大方 没有任何扭扭捏捏的那种 就是很大气的一个人 然后他穿的高跟鞋很高 很难占 是吗 非常难占 你知道那个高跟鞋只要高一点 他那个高跟鞋 有这么高 这么高 那个脚在里面 那就是这样子 我真的不知道他怎么穿着那个鞋 在那里站那么久 然后谈笑自如 然后到后面又去讲话 一直站着 我真的没有办法想 那么细根 很高的高跟鞋 对 然后他穿的裙子也是很贴身的 身材很好 他50多岁了 他年纪跟我妈差不多大 但他就是跟他一合影 我这一搂 这腰 就我本来 你搂他腰啊 小心被人家告 你这性骚扰 我是女生 性骚扰 未来的副总统 你知道就是你 你这一照相 这手往后一搭 对不对 这一搭 你以为他腰在这 结果你发现 呼呼了 人家在这 就他身材保持的很好 你不管来讲是说 对于一个50多岁的女生 然后生完孩子 妈妈 她那个身材都是保持的相当的好的 然后气质 那个穿衣服 化妆 头发 鞋子都是非常棒 我看的比较没有那么superficial 我看的是就是说 她很有自信 她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一个女生 而且她非常讲重点 她不讲任何一句废话 她连跟你在那边哈喽 打哈哈的时候 她也不是在跟你无缘无故的打哈哈 对 就像她每次都是讲重点 你想要什么 你需要什么 我们需要什么 我们这国家需要什么 她是一个非常会表达自己的一个人 她是一个脑子动得非常非常快的一个人 我们先访问她老公 她老公也是一个非常沉稳的一个人 对 然后讲话的时候 她是想过深思熟欲很久了 因为我们问她说 你会不会来当我们的副总统 现在大家问这个问题都是一个玩笑话 对 通常你讲 大家都是这样子 哈哈哈哈 她老公就这样子 这首先就要看川普愿不愿意什么什么 就川普会不会学她 我一听就知道说 她的确有在想要不要来当副总统 对 就是有这样子的想法 还有深思熟欲的话 表示说这个可能性是有的 然后是非常令我们开心的 Kerry Lake就比较这样子 哦哈哈 Vice President 然后我们现在把那个精力都放在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大法院的那个官司上面 对 但是她的老公想出来之后 我们就知道说 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 我觉得她老公还是个蛮实在的人 因为我们那天去 其实根本就不知道她老公在 而且后来我们那天才知道 就是Kerry Lake 基本上她老公就属于是她团队里的一个人 所以Kerry Lake走到哪里 她老公都会跟着一起去 对 所以她老公呢 她也是个五十多岁不到六十岁的人 但看起来很帅耶 个子高高的很帅 Kerry Lake的 你这人看起来的确很漂亮 她那个就是你屏幕上看起来 电视上看跟这人看没有什么差别 只不过她妆化的非常厚 但她是个很漂亮的人 她老公也是个很帅的人 然后你会看到他们就是有节制了 你看到她是运动的那种人 她老公也是那种会锻炼的身材 她也是 她也不是那种就肉很松 她身上的肉也很结实的没有 自制 自制 你看走就走 表面 但是你 不是 但是你知道吗 你别过说看表现 你看表现 你真的看到说这个人 她是否是自立 她的确是这个样子 真的自立 她老公是比较实在 我估计她老公也吓到了 一般出去大概没有什么人想要采访她老公 一般都是她很推她老婆 对吧 说等一下她就来了 你就直接采访她 那我们跟她讲说可不可以访问你两句 她老公说要访问我吗 对啊 问问你吗 因为我也蛮好奇 就是她老婆这么强 有一个这么强的女人当老婆 的确是什么感觉 我也蛮好奇 而且她老公也是很崩屈的一个人 对就像想说 那你们在家里吵架 你会不会就是都没有赢过这个东西 然后她老公回来竟然是 well you just have to pick your battle 你要选择你的战场 有些要坚持 有些就直接放弃 反正他 就是你可以感觉到 他们的夫妻关系是好的 但对我来讲 我看一个人 那个人是不是一个好人 是不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 很大一部分是他跟他的 另一半的关系 哦这样啊 对他跟他的另一半如果关系很好的话 你就会知道说这个人是比较值得信任的一个人 所以说我觉得看到他们的夫妻的这样子互动 然后他跟他老公 然后他在大庭广东下就就像说 hey Jeff 然后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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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是非常恩爱的一对情侣 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还觉得就是说他老公为什么说特别实在的一个人 我感觉好 因为我过去这样跟他讲 那他老公也不认识我 我也不认识他 他都不知道我们是哪一个媒体 对吧 我们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YouTube的频道 那我就跟他讲 我说可不可以访问 他很乐意啊 他说当然可以啊 当然可以啊 那当前就没有其他媒体在那里 我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 然后他主动跟我讲 他说 我有带灯 他说你等着 我去楼下 我把那个灯拿上来 然后我打灯给你们 我当时想说这可是Cary Lake的老公啊 你知道很多人啊 稍微出了一点名 你不用说像Cary Lake出那么大名 稍微出一点名 甚至他都没名 那个尾巴真的都不知道撬到哪里去了 对 真的是这样子 出门 这个要助理 那个要助理 你说Cary Lake这么有名 他募集到的捐款会不会多的 一定会多 因为他在坚持做正确的事情 就一定会有大笔的资金进来去帮助他选举 他老公 我老婆这么有名 我可是他老公呢 我凭什么鸡犬三天 对 但是你知道他老公真的就是 干活的人啊 人家一句废话也没有 马上就说 我们就是 他就是要把这个事给做好 说我这有灯 他老公 就下楼去了 拎着那么大一个箱子 就上来 蹲在那里干活 插这个电接 那个电接 人家真是没有一句抱怨 或者是你觉得说 他有那种 任何一点说高高在上 都没有 他跟你碰到那种 等等我老外 没有区别 很实在 而且我必须说 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华人应该要学习的 华人真的是有了钱 有了名了之后 就鼻子高的跟什么一样 你想想看 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一个台湾的政治人物 台湾的明星 然后他的老公会怎么样 就是 那你们在灯呢 对 你们没有在灯啊 没有灯的话 怎么做采访 你们怎么这么不professional啊 你们到底在干什么啊 你们这样子也叫媒体嘛 把你损一顿 他真的是让人给了一个非常非常实在的一个感觉 平常我们是在电视上面 在YouTube上面 看到他就是 他要当副总统 在Fox News上面 然后就我们真的看到他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看到一个非常实在的音乐 而且很谦卑 对 你就觉得你跟他说话交流的时候 你没有觉得这人在怒虚作假 你就觉得是心里面发出来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当时就觉得说 哦 有这样的人真好 有这样的人就觉得说 哦 选他是放心的 对 然后接下来我们想要讨论就是 他演讲的内容 嗯 他演讲的内容非常非常的棒 里面真的是让我们感到 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正确的 然后我们的方向是正确的 然后他真的是给了我们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激励 嗯 他讲的就是 那他有讲到他信仰的方面 以及神给他的整座呼召 还有他回应呼召的这个方面 我觉得让我们听起来 就是现在的基督徒都可以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那他原来讲到说 他是在Fox 就是福克斯新闻台做主播嘛 那个时候他赚钱很多 我记得他当时讲说 7 figure 7 figure嘛 7位数 7位数的年薪 那他在那个 这个 对7位数是多少啊 百万 百万级啊 那其实你也可以看出来 他是能力很强的人 如果你在一个电视台里面 你能够做到百万美金年薪 这是很高职位了 而且他说他在这一个工作岗位上面 他做了22年的时间 那什么时候 他只决定 就是说让他不太想干这样一个工作了 他看到说 虽然是福克斯新闻台 但我们知道福克斯新闻台 有很多 并不是说他们报的所有东西都是很真实的 里面有很多虚假的东西 那他当时就是看到说 在新冠疫情的这个期间 有很多虚假的东西 他说 我没有办法忍受 他说 我嘴里要讲上谎言吗 我要报这种谎言 让大家去听上 大家去看 让大家去知道吗 那他呢 从小就成长在一个 这个信仰的环境里面 他说 他爸爸是路德会 他妈妈是天主教 我们当时一听 啊 是吗 他爸爸路德会 他妈天主教 那当然你知道 有很多小孩成长在这样有信仰的家庭里面 包括有很多 牧师的小孩 其实这种环境并没有 给他们带来更多对信仰的追求 反而他们觉得说 这个好像就是存在的一件事情一样 那他自己也很坦白了 他讲说 他以前没有说特别追求神 他只是觉得就是说 就是信仰嘛 我也都同意 但他没有说 凡事都求问神 他就是一个很聪明 他很有自治能力 然后他学习能力很强 所以他一步一步一步就坐上来 但是他说 在那个时候 他迷茫了 他不知道怎么办了 因为不愿意讲出谎言来了 他说那这个时候 在他心里极度挣扎的时候 他想到说他要去找神 他要问神说 面对这种事我要怎么办 所以他说他当时 这个因为新冠疫情的关系嘛 他就在家里 这个网上连线 这样去播新闻 他的这个partner 他的搭档在演播室里面 他就在家里 这样的 然后两个人这样连线播报 他说他中间进广告的时候 他这里就看圣经 他就是真的是 那个时候开始 抓紧一切的时间 去读神的话 他说他在播报的时候 他就 他说他嘴里讲的是虚假的话 但他说 在广告期间的时候 他一低头 看到这里就是真相 所以他说 他那个时候 心里产生了极大的一个抗争 他就跟神说 他说 你要我继续在这样做吗 因为你想百万美金的年薪 这个工作不好找 你离开了这样的环境 你还怎么再找一个相同的工作 就是这都是大家会担心 你都不用说百万了 你放到我们现在每个人 你可能现在一个月就挣几千块钱 但是你愿意放弃你的工作吗 如果你的工作是在讲虚假的话 或者是在做不好的事情 你是否愿意 他当时很挣扎 他问了两个人 一个问了神 再一个去征求他老公的意见 所以在问完这两个人之后 他就得出结论 就说我辞职我不干了 他当时不知道怎么做 然后他完全没有一个方向 他只觉得说 OK那我就是停止工作了之后 我相信神会给我出路 然后他就跟他老公就说 我现在要从Fox News离开 离开之后 他们两个就睡觉了 睡觉之后早上起来 第一天早上起来 一堆简讯 上面写的就是 你知道现在发生什么事 你知道事实是什么样子 你可不可以参加在政治里面 你可不可以来竞选 我希望你能来当我的州长 你希望我来怎样 他说怎么可能 我才刚离开一个 这么可怕 这么虚假 这么无耻的地方 现在让我去一个 更虚假 更可怕 更无耻的一个地方 那他那天受朋友的邀请 他朋友就说你跟我一起去 你就来这个教会 那这个教会是他之前从来没去过的 他说好 那我就跟你一起去 他说我也应该回到教会里面 所以他就跟朋友去到这个教会 结果他说 那一整场的主日信息 他说都像是在对他一个人讲的 每一句话都打到他的心里面 他就明白 这个是神给他的呼召 神叫他离开那个地方 然后让他起来 有勇气去做正确的事情 所以他那个时候明白说 这是神在跟他讲话 神要让他抓住这个机会 神把机会放在他手里 说那你要去接受呼召 所以他就拥抱了起来 然后他去竞选的时候 然后他就是一路这样下来 好多的人开始帮助他 他选州长的时候 然后他看到的选举舞弊 然后看到人在那个地方排队 然后投票没办法投进去 然后所有保守派的区域 投票机坏掉 然后人开始离开各方面的 然后他就知道说 这个是神要他去做的事情 他说他在这个里面 他看到好像我们大家会觉得说 你输了 你输了这个选举 你在那边搞得这么大 结果搞了半天 你连Kaley Hub都赢不了 OK Kaley Hub根本就待在那个里面 跟Joe Biden一样 完全没有出来竞选 然后你还输了 大家开始觉得说没有用 但是他看到的不一样 他看到的是 神已经得到胜利 然后神也亲自跟他说话说 他已经得胜 但是这个胜利是什么 他不知道 或许这个胜利跟他想的不一样 或许这个胜利跟我们想的不一样 我觉得这一句话是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都要思考的东西 胜利对我们来说是什么 是我们的胜利还是神的胜利 是我们变得 我们起来掌权的还是神掌权 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想的 他那天演讲的内容 对我来讲 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非常重要 也让我重新思考说 我们每次在求的时候 我们每次在求说 神啊你掌权 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或许很多时候 就像他讲的 他说最后的胜利 看起来是什么样 我不知道 我觉得这句话是很实在的 就是我们现在真的不知道说 胜利了之后会看起来是什么样 会跟我们想象的一样吗 还是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 但是有一个非常准确的确据 就是神已经得胜了 而且神告诉我们说 我们会得胜 这个是我们已经知道 但是这个胜利长什么样 我们不知道 就好像说 我觉得我们不能够再犯 以色列人的错误 就好像当时耶稣来的时候 大家以为 弥赛亚来的时候 得胜是那个样子 但是神做的工作 跟他们想象的是完全背道而驰 以至于到现在 以色列人还不明白 不能够明白神的工作 到底是什么 已经两千年过去 他们还在等待那个弥赛亚来 因为他们觉得说 这个跟我们想的不一样 所以他们与弥赛亚来的过程 已经失之交避了两千多年 甚至到现在 他们还在等待 但是耶稣再来 那就是第二次回来了 那他们连第一次都还没搞明白 所以他们更不知道说 这已经进到 马上要等到第二次回来的时候 所以我们不要 我觉得真的是在这个过程中 要体贴神的心意 而且更多的是 如果我们不知道 胜利长什么样子 没关系 我觉得真的没关系 你只要闷头去做 神交给你手上去做什么 你就去做 就像Kerry Lake 很多人觉得说 你不要再纠结 他那天自己也讲了 很多人告诉他 你不要再纠结 你那个法庭的案子了 你输了就输了吧 或者是他们窃选了就窃选了吧 你为什么要一直在那纠结那一点票数 你为什么一直就非得说 你就是赢了 你赢了 你输了 有什么关系 你好好当一个政治人物 反正你现在出名了 你可以不用选州长 你可以再去选别的 川普要再叫你做副总统怎么样 你以后你这政治生涯 你就飞黄腾达了 你为什么非要去纠结这个事 你越纠结 别人越烦你 你越纠结 越没有人想要投票给你 他们就觉得 这事你怎么就过不去了 但Kerry Lake就说 不是这个样子的 你说这个事 神放在他心里的负担 神让他看见他必须要去管这个事 他不是要管说 我未来政治的生涯到底怎么样 他要走的是神给他摆的路 所以或许他讲的说 以后胜利什么样子 他不知道 或许神要的胜利 并不是说 他受那个万人的爱戴 然后他站在什么样 但是他愿意去走 神给他安排的那条胜利的道路 或许跟他想的不一样 但他愿意去走 那他那天讲了一个话 让我反省了很久 他说他自己啊 以前是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嘛 后来也不去教会了 因为自己很成功 又赚了那么多的钱 但是他后来他说 再回到神面前的时候 他开始变成了一个传福音的人 他那天在现场给大家传福音 他说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的 如果你还没有变成基督徒的 他说我真的邀请你赶快 而且他说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 我在这里告诉你 你必须要百分之百的 把你自己交给神 不要有一点的保留 当你在这么做的时候 你会看到神在你身上 行的神迹 你会看到神给你开的道路 到底是什么 你会找到你的护照 所以我当时想了 我回去真的反省了很久 我想说 就是大家看我们节目 大家也别觉得我们是什么 鼠灵先锋或者是什么 其实不是 我们真的都是很普通 或许是因为我们做的职业的关系 会给人一些错觉 就觉得你们好棒啊 或者怎么样 其实不是的 我们都是非常非常软弱的人 那凯瑞雷克那天讲说 你要百分之百 把你自己献给神 我那天真的想了很久 我想说我没有 我没有百分之百 把自己献给神 是 我觉得我没有 我在很多的方面 我是有所保留的 我是不愿意的 我觉得这个是要清楚 认识到的一点 就是自己不要成为 自己的阻碍 自己也不要成为 那一个神要赐福给你 但是你自己把门关起来 说我不要 不能成为这样一个阻碍 真的是要完全向神赤裸展开的 而且是百分之百的 把自己献给神 交在神的手里面 所以你会看到 凯瑞雷克 原来这样的一个新闻主 我现在突然 因为这样的一个选举 神护照她 她顺服了 然后她接受了 神给她的护照 你会看到神 给她带来的祝福是怎么样 她现在说 她说 她每天早上醒来 她有的时候 也会有不好的情绪 她说她也会想 她说天哪 又是痛苦的一天 又是很难过的一天 又是很累的一天 又开始了 但是她想到 神给她特别的护照 她那天在 我们很短的访问里面 她有讲到说 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护照 她说为什么 你生在现在这个时代 为什么你不是在500年前 为什么神要把你 现在放在这个时代 因为神对你有特别的心意 神不是只对 Kerry Lake有特别的心意 不是只对 Donald Trump有特别的心意 不是只对 那些人有特别的心意 神对我们每一个人 虽然我们看起来很渺小 我们卑微 但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非常特别的计划和心意 而且我们可以 靠着他成为刚强的 我们看到Kerry Lake的转变 我们就知道 如果我们真的 完全把自己交给神 我们明白神对我们的护照 我们的反转是会多么的不一样 我们的人生 这真的是你超乎所求所想 他自己 他上面也讲说 当你把100% 献上给神的时候 神使用你的方式 绝对跟你使用你自己的方式 不一样 他说他那个时候 各位想想看 Fox News的主播 几百万的年薪 你在任何一个角度上面看 你都会觉得他是个成功的人 但是神要使用他 他就变成了一个 全世界 真的是 全美国至少 都认识 然后都知道 然后他都是被神使用的一个人 然后他把荣耀归给神的时候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 非常棒的一个见证 然后他的故事 虽然他这一次好像 还在打官司当中 但是他没有放弃 他说他绝对不会放弃 还有一个我想讲的就是 他在上面说 魔鬼到处都是 随时都在攻击你 他说有人就是跟他讲说 你放弃这个诉讼案吧 然后还有 他说你就今年不要参加就好了 你就 你就这个这一次的选举 这一次的大选当中 这个宣言这个选举 还有各方面 你就不要参加 我们这边有个工作 OK 你要多少年薪物 我们就给你多少年薪物 这个数字不是几百万 几千万都可以 你只要在这个地方 然后你只要不参加政治 不参加政治活动的话 多少钱我们都给你 魔鬼会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来诱惑你 然后你这个东西 你是对任何人都是很有吸引力的 太有吸引力了 几千万的 而且你想想他这个 那个人啊 去了他家之后 那被他当然义正言辞的拒绝了 他说我不是要钱 他说我就是要去做我要做的事情 他说这个钱 我是为了钱吗 对 你看起来我我缺钱 对 然后结果那个人被他损了一顿 要走了 结果要走之前 他回头说 那你要多少钱呢 所以这个人就是还是觉得说 哦 可能说少了 可能几千万格局小了 那你是不是要上亿呢 你是要几十亿吗 那多少钱 你跟我说 我们还可以再谈 所以你看到 其实魔鬼利用金钱去引诱人 千万买不动你 亿可不可以 十亿可不可以 百亿可不可以 我可不可以用更多的钱去买你 可以吗 那有的人呢 他的确就是 你说百万 瞧不上 千万还好 一说亿 十亿 心动了 有的人是可以真的被钱买动的 那我们看到这些诱惑 很强 这都 说实话 他是 他是很坚定人 你说 谁选人呢 就选他 就知道他不会被这个给买走 谁会选他 一般的人来讲都承受不了 但是我们发现 其实使用金钱去引诱人 在政治界里面是非常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 不光光你说是这个级别的人 像凯琳 这种全国都知道的政治人物 你包括像很多local去参选的 受到威胁 受到金钱的诱惑 反正那个软的不行就来硬的 硬的不行就来什么的 各种各样的 秦政国也是被这样子弄过 哎呦 真是 我一听这个秦政国的这个 我都觉得说很难过 我们 真是这个样子 就是你知道说这些人每天都面临着 诱惑 秦政国对诱惑来讲 那个他们都知道他不吃这套 所以开始跟他玩硬的 是吧 我威胁你 我知道那个你家在哪里 我知道什么什么在哪里 我知道你女儿在哪里 等等就跟他讲这种话 所以的确是压力非常非常大 尤其是真的跟随神的这些去参选的人 你知道他们压力有多大 太需要倒到 对我来讲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而且魔鬼成功的案例太多了 Project Veritas 倒掉了 然后还有教会为了多少钱怎样了 哪个教会我们就不讲 然后你看到传道人这个样子 然后牧师这个样子 然后为了钱 然后放弃信仰 我们看到周葬 各式各样的这个东西 但是你要多有坚持的这个信念 在这个地方 你才说 我们就是要做下去 这是神给我们的呼召 我们就是一定要照着神给我们路去走 我们不怕没有钱 因为神会给我们所有的 我们所需的 我们唯一求就是 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这是我们唯一想要做的 我们只想帮神做事 这个这样子的一个信念 不可以动摇 而且不能止在嘴巴上说 很多人主导文贝的乱七八糟的 对不对 但是他做不到 一有钱马上妥协了 而且透过Cary Lake 还有像秦政国市长 他们的这个经验告诉我们说 魔鬼真的是会用 很难拒绝的数量来告诉你说 你就放弃吧 Project Veritas 这么大的一个这个东西 我们之前用了这么多新闻片段 这么有正义感的一个组织 就这个样子 现在开除所有的员工 一下子就不见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然后跟Cary Lake 还有秦政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比 我们要试破 魔鬼给我们的诱惑试探 就是当这么完美的一个东西出现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忍不住去抓起来 抓到你就输了 我们要自治 而且我们要跟神的关系是非常好 而且不可有侥幸的心理 就是说我接受了的话 但是我之后再往这样子做的话 应该没事吧 这样子我 你看我多聪明 灵巧像蛇 对不对 我在左边跟魔鬼拿来这种东西 右边 我花在神的事工上面 我只要这样 不行这样 你要追求神 你就是只能追求神 你失去了这个 你的公司就倒掉 就跟Project Veritas一样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们看完Carrie Lake跟她有一些短段的接触之后 的确是让我那一整晚都思考了很多东西 包括接下来的这几天我都一直在思考 我觉得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力 也有很多让我自己去反省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交流是好的 然后这样的见面的机会也是好的 而且我真的没想到 他是他跟他老公 他们这家人是这么谦卑 然后这么柔和的 这样一群人 真的是我没有想到的 所以呢大家知道 这个很多政治人物 包括看出了这么多有名的政治人物了 很多在你们身边的坚持去做正确的事情 按照神的心意去走 他一定会受到魔鬼攻击的 所以多为这些人祷告 而且在这个同时 你也要变成这样的人 如果魔鬼没有攻击你 那证明你没有在做什么 你如果要是一个什么都不做的基督徒 魔鬼根本不需要攻击你了 他攻击你干什么 你每天只是追求 神会给我钱的 怎么怎么样 然后你只是在网上骂一骂人 那魔鬼反而会利用你 去伤害其他人 但是他不会真的对你进行什么攻击 所以你还没有找到自己护照的 或者你还没有被魔鬼攻击的 大家抓紧时间 做正确的事情 所以当然了 魔鬼来攻击的时候不用害怕 只要你有神的宝血遮盖你 你不需要害怕 因为魔鬼没有办法伤到你一根头发 你的宝布都在神的手里面 好的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你看完我们这期节目 或者你看了我们那个 访问那个Carrie Lake 那个小小的短片之后 你有什么想法呢 有任何的想法都在下面留言 欢迎让我们知道 好的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是一太 那么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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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